好来看到屏东县的方寮乡金纸山保定佛国寺 以及社团法人台湾金纸山慈善会 为了关怀零四零三花莲地震 并且鼓励大众如素 16日17日一连两天分别在花莲市 和吉安乡五个地点免费发送素食便当与大众结缘 第三过后欢迎先言取此方福祝 立即与屏东县活教会 屏东仿寮乡金纸山保定佛国寺 以及社团法人台湾金纸山慈善会等慈善团体联系 希望寻求社会各界的资源 协助受灾严重的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我们结合屏东县活教会举办全台108站舒适结缘 那我们的住持师傅呢 因为看到现今的天灾人祸这么的频繁 像前一阵子的大地震造成了花莲的损伤 那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份姻缘呢 师傅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呢 来到的花莲做素食便当的结缘 那也为花莲祈福 希望用这一份的善心善意 能够让花莲能够快速的重建 恢复健康 也为地球祈福 全国有108站 那非常荣幸 在我们花莲呢 今天跟明天五站做完 就是总共有88站 那也谢谢他们的发心 告诉大家 吃素食有多好 吃素食爱地球 那今天呢 在政府馆 还有北宾活动中心 还有我们地母庙都有在发这个便当 发送便当 素食便当 那明天呢 在五谷宫 还有我们的王母娘娘庙 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到我们那边 去可以领取素食便当 吃素食爱地球 谢谢 那我还要谢谢我们的 所有的屏东来的 所有的志工们 还有我们经贸协会的志工们 这一次的付出 从早上 四五点就开始 忙忙忙 忙到现在 谢谢大家 在金植山住持 法官法师的安排之下 16号 17号 一人两天 在花莲四汉 吉安校五个据点 举行素食便当 免费节员活动 将免费提供 2500个全素便当 与香情节员 预计有 四五十个志工 在花莲五谷宪 现场 烹饪健康美食的素食餐点 并进行爱心便当分送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转发 订阅